还剩5秒 前他们胜质组碰面的时候 DK是1比0被牛逼给掀下去的 所以BO3的话相对来说 应该是给两支队了一个充足的一个发挥空间 好的这番比赛 在这个BP的时候也是特地感谢一下 最近一直很支持我的伙伴们 无论是在这个视频网站 看我视频 还是在这个临时小店买临时支持我的观众朋友 都很感谢 那无论是哪种形式 那么心意到了我就很理解 那这个最近的话 然后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也是到自己小店里 新买了些零食 那那些我没尝过的 我都尽量尝过以后 再给大家做推荐 好的所以也是近期可能会先更新一个 这个小店的二期介绍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好的感谢各位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BP 蝙蝠骑士汉险者干扰者 白虎独狗再加上潮汐 这边有个禁锢剑 独狗这手不仅能搭配白虎 还能限制对面 蝙蝠的先手 对了 这个 萨尔潮汐 有意思啊 萨尔打潮汐 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 这个 萨尔可以沉默住潮汐 但 萨尔可以沉默住潮汐 不打他 潮汐你就是放不出大招 这点会让他很难受 这萨尔的大 一个很恶心的一个沉默效果在 我就刚刚忘了加那个文字了 之前有的 有的 有的这个小伙伴看我念那个 这个小店的简介的时候 表示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看视频的观众可能知道 因为我视频的时候 会把那个小店地址贴在这个位置 等会我偷偷切出去贴一下好了 稍等我 稍等我一下下 我贴一下 启用备用时间 吸 吸 哇 临时点桃 宝 点抗 好了 先贴在这个 先贴在这个底下好了 好的 那么回到这场比赛 我们看一下 牛逼 牛逼怎么说 牛逼点了个水人 单核 感觉这篇要打单核了 DK又是拿下了坤卡 不知道这盘是不是主力 我感觉这盘应该是主力了 潮汐三号位 白虎我看看 白虎应该是 一号位吧 白虎应该是一号位好一点 不行不行 牛逼这边是一个主力水人 一号位的白虎很容易被水人点杀掉 翻了一个九仙 牛逼 烈士路 等等 诶 一号位 烈士路 现在已经只有一个野区 萨尔 按理说是少辅助的 可是 DK扮了个大哥九仙 诶 有点变化吗 牛逼扮了个敌法 打水人的好手 既能解决水人单线问题 又能解决这个 钢水人争面的一个问题 牛逼的BP 怎么看都是 这个突出一个吻 而且是一半一个那家 昨天在 是 昨天是 之前他赢IG的那场比赛 就是硬是用那家 把对面给刷趴下 倒在那家 群十六群下的 基本都是被他给刷趴下的 第四手 DK怎么拿 我觉得DK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启用备用时间 刚正面的一个问题 哦 拿了个露娜 请天辉方挑选 那的话 船长这盘还是主力 他你这个 你这个盘比赛 白虎虽说能打主力 但是如果你让白虎打主力 面对一个 发育很快 这个快速成型 爆点爆发很强的水人 你很有可能就是 你很肥的一个白虎 在打弹中 被水人稍微点了两下 你血量就很残 你就不敢上去了 很囧 非常囧 然后你再上去 你开了BKB 水人也敢拨上来 就硬A你 也把你给A死 所以 就是白虎打 打哥碰到水人的时候 很囧的一个地方 那么 打辅助也是 这个情侣之中 辅助的 睡剑 禁锢剑的一个组合点 牛逼少个辅助 看一下牛逼点什么辅助 死灵龙 被绊了 拉比克 有没有必要 拉比克拿了 辅助没有爆发 辅助这边应该 拿点爆发能力 小鹿被绊了 双头龙 也不伴 难道是小牛吗 小牛的话 不太好 小牛也不太好 打露娜 地学 地学也被伴 玩无依吗 他们的阵容 黑暗神者跟 萨尔 这边是有一个 不错的技能 komb配合的 但是太 依赖技能 komb了 所以这手辅助 我觉得可以拿出来 有一个单兵作战能力 还算强的一个点 我觉得比较好 分路我看看 还有可能是中 中水人中了 卡尔 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人办选 我觉得卡尔是可以的呀 一个潮汐 一个坤卡 都是进战 拿了个 真的是拿了个 拿了个 尘 牛逼最后一首 BPU不是很看得懂 强调了一下 这个队伍的一个推进能力 但是辅助端的一个爆发力 有点差 偏控场了 在水人出身之前 牛逼阵容的一个问题 我感觉是在 2345号位的 这个爆发不胜足 你看迪埃斯萨尔 尘跟蝙蝠 都是控制 控场 很屌 那输出不是很够 这么一个状态 那 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你选人参团嘛 对不对 你选人参团 嗯 看一下牛逼 等会是不是这么大 我觉得这是他们阵容 一个比较 比较 比较 一个隐患吧 算是隐患 那DK的阵容 我看一下 DK这个阵容 有 大招流 大招流 双刃剑士枪 他们的大招流 就像一把双人剑 你有大招的时候 船长大 潮汐大 露娜大 你猛的一逼 没大招的时候 就会怂怂狗 那不是我夸张啊 我切回游戏员 可能大家这样看得清楚点 诶 现在就是游戏员 好的 诶 这个文字 我是不是稍微移一下 挡到你们观看 等一下 应该 位置 移到 左边 好的 这样应该没问题 这样 这样顶的小地图边上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这个 好的 那么 切回来 诶 DK的一个一级物 想干啥子 少年 想干啥子 DK这边一级能力 我看看 一个禁锢 剑 禁锢到就死 就是这么一个剧本 所以这个 有一级开入的一个理由 看他们的一个反应 如果这边不进攻 突然就站在这种位置挂住了 露脸 一瞬间就跑 诶 毒狗 诶 诶 诶 这个走位 太大意了 太大意了 这走位好像 刚才被这棵树挡住 是也了 水上了 禁锢 漂亮 一只神剑 本来的还是得死 漂亮 诶 这船 谁的船 谁的水 牧师的 nice 反正第一时间 已经错过了一个禁锢的一个机会 但结果 牧师是用一个意识水 就是一个预判水 把这个 把这个城给盯起来 漂亮 牧师说实话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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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玩出事 禁锢 再来一剑 贴脸 无缝 潮汐 可以扣水 再一次被击杀 诶 漂亮 这帮人还没走 诶 这帮人正准备走 发现一有一个人过来 诶 果然不客气把你收了 这个 诶 虽然说我是 比较喜欢这个DK继续队伍 但说实话 DK最近的 这个 牧师这个点 发挥 不是很稳定 不是很稳定 所以 今天看他有这样的开场 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 Niobi 最近的势头也很强 不是一个 轻易能赢的对手 所以我觉得DK得加油 木头蝙蝠骑士 小巴的DS 布拉达成 前面吃了个亏 诶 立刻反应个眼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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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又来了 金锅以后又接上水 再给 一只剑没射上 船长一刀打走 诶 DK 可就一分钟没到三人头 这个金锅剑双游 这游开花了 这双游游开花了 一分钟三个人头 前两个人头跟他们无关 但是第三个人头是他们双游游来的 哦对了 稍等一下 有个事我差点给忘记了 差那么一点点 差那么一点点 哎呀 有件事情 小伙伴嘱咐了很久 但我每次录视频的时候就 就忘掉 稍等一下 有一件事情 真的是 我自己都脸红了 那拜托我了 我都答应了 结果 托到现在才 才给人家办 那 其实这边 有个 高三的小伙子 我没记错是高三的吧 那 一个小男生 希望我能 带一句话 给一个女孩子 哪个女孩子呢 张佳佳同学 那这里给你带话的人 等一下 等一下 好的 这个小伙 胖死了 那么 给你带话的人 是 董志慧 那么他可以希望 以后可以跟你考到这个 同一所大学里面 那 你要问我为什么呢 相信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谁还没有个 青色的这个 十几岁 对吧 所以 比较 比较能理解 我比较能理解 也是这个 比住院 也是 也是住院 你们能 幸福吧 好的 那么 这是 感谢一下 这位小伙伴 对我一个信任 哦 这个上面玩得很嗨 上面玩得很嗨 这里能不能 抄到这个潮汐 哎呦 两个栗子盾 不潮汐还有毛鸡 小冰 一口水 直接对打 小巴走了 小巴不玩了 好的 这边 水人 水人现在 水人我看 水人在 水人在 水路不是很好混 是面对对面三个人 这两个双游 我看看 这两个双游 第一个人都拿以后 我看能不能找第二次的一个进攻啊 这么虚的一个家庭 煮水 啊 等会我估计会补一级标记 哎 网住了 上面 离子蹲没了 哎 输出没有了 小心小心小心 别被潮汐反杀 大哥 一口水 接毛鸡 好的 那么没杀到 全一直想骚扰潮汐 这前面是被弄死一次 但是这边三瓶谨慎很多了 已经 潮汐一级水的这个蓝号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太低了 你一口水能给自己放三次毛鸡 所以我都算都是我就觉得能不用水就不要用水 尽量用毛鸡来号 性价比高又高效 又高效又又这个低号 突出一个环保 打到一个三四分钟 四分钟战线 就我们看一下中路的一个刀 哎 等等等等 上面有剧本吗 叠四 叠四这边没什么剧本 颠覆骑士 十五正三反 船长 船长这边 十五正四反 中路的不刀算是军事的 双倍伤害 双倍伤害 毛毛压控走 三兵小猫棒 两机潮汐两机 皮 这样他的一个物理减伤有多少 能割挡20点的伤害 下路已经成DK的优势路了 两边优势路互换 潮汐挂机 哎 好虚 潮汐是感觉到不太倔劲 想走 陈能不能放他走 只有一个网 网住了 第二次不够 这个奔腾不够 套了一个 离子盾 卡位 三兵很难受 一直在走 哎漂亮漂亮 走开了 将杀不了了 这边 现在如果一旦位置卡上 我觉得就死了 水人过来 还是不放他走 加速神符 直接对点 有离子盾 三兵还是得死 标记 水 卡的输出 好的 变体精灵被杀 何必啊 一个大哥冲进去换一个换一个猎丹 沙巴过来 想捏牧师 对我过来要反打吗 牧师没有盲水 标记 直接拉回来 跟着打一套先 牧师水没有蓝 水没有蓝 进步 下来是谁 粉色啊 加速走了 下来是潮汐 留不住他 哎呦 那这个没办法了 正受到攻击 今天要是三四个人过来 搞三兵 搞是搞死了 但结果大哥交了 不转 不转 刚才相交在那位置 一个侧身 一个位置要卡住 就基本就 不需要大哥来了 360 沉 现在开着物402 好的 给了一个真眼 哎没反到 对面坡上 再来一个真眼吗 哦 已经是被对面看到了 DK这个二人组 辅助二人组 站到对面的眼睛底下 DK他们 他们在这个位置 插了个真眼 应该是决定 觉得确认过 这附近没有视野 但还是被发现 我觉得这边 可能有点亏啊 对牛逼来说 这个眼当然很转 因为他收获了 很重要的一个情报 对面的走位 萨尔匡庄 P是给不给 没有给 哎 标记 船 水 反向走位 但还是被这个船撞到 技能完美坑不 DX根本逃不了啊 我们看牧师 你打得稳的时候 他就发挥 都还算是稳定的 牛逼这盘开局 开得难受 露娜 我好像都没 都没关注过他 Bernie 在这个身上 是假腿 胜殿 加个1000块 这才6分钟 这个经济其实很好看 豪 豪的经济 对比一下高下力判 现在豪的经济很差 不过好像用高下力判这个词 是不是不太合适描述这个经济差 这好像描述 能力品德之类的东西吧 这好像不太合适啊 等会我再想个措辞 中间两边护号 不过DK现在很单定啊 DK战线站得很舒服 辅助我们看一下 蝙蝠 蝙蝠这边怎么说 蝙蝠1200 小心被船长标记了 用比这个位置有一个视野 来盯对面 颇上走位 那么DK是选择 用对称的一个位置 三兵要做力学 三兵最近很喜欢做力学 他那天玩那个什么 诶 他那天玩什么来着野做绿鞋 是发条 我记得 你玩发条的人很多 但绿鞋真的不太常见 我第一个见到是三兵玩的 但是好像没有说特别普及开来 天天上发条依旧是该扎腿的 假腿该向位的向位 密法鞋的也有 绿鞋是比较少 三兵 强行带波绿鞋的节奏 诶 不是绿鞋 假腿吗 我说人根本没法跟潮汐对线 金箍箭又来了 这个金箍箭我潮汐 我看一下潮汐又大 我位置太远了 而且水源也是有警惕 诶 这金箍箭想打沉吗 不太好打 撤了撤了DK这边比较失去 打沉不太好打 能比晚上的一个比赛开局 开得有点难受 但他们还在耐心的等待蝙蝠骑士的跳刀 那我还是觉得坚持我之前开场的时候 那说法他们阵容 诶 金箭箭打了一套 诶 小心潮汐 潮汐一脚地板 踩起了水源 水源拨上去 被连 哎呦呦 水源拨上去想动这个白虎 结果拨上去以后 把自己给 把自己小命捐了 拼打太拼了 好 现在打类似以后有点不冷静了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一号位应该有的素质 潮最近说说他打得很很拼很冲 这个这两三天的比赛 我记得就有两次暴走了 标记接冠屏玩得很开心 标记自己是可以有一个六秒的时间 所以你玩跟队友玩这个标记回家拿屏冠屏 都玩的还是比较比较惬意的 两分钟 九分钟 直接看一下经济才经济总和好了 露娜肯定是比较好的 没什么都没怎么受过干扰 水源是只有 哇 水源在牛逼的阵容里都只有第三第三名啊 全队呃全场比起来 他是第六吧 第六第六名的经济很糟糕 哎 对我发现了 我控不到这个蝙蝠 旁边有露娜 又光射一下 又光射一下 多够再走 十二几块有没有 哦没有四级 蝙蝠一直在跑好 好吓人 好多人包过来 走了走了走了 一个水 哦差一点点 牧师水的位置已经到了 但差一点点 时间没对上 我觉得今天牧师状态有点好 下回到潮汐 潮汐这边是满鸡毛鸡 甲腿 三冰做了个甲腿 甲腿没肯吗 他这个 我觉得他不是这种甲腿没肯留的 标记 船 水 还有剑 第四的剑没接上 哎呦 这个失误有点严重 这边接了个 背记船水剑 坑布没有打上 接上的话 应该是必死的 十分钟 二比六的一个开局 然后DK一哥 二哥经济 也是站稳 一二名 团队经济 DK 两千的一个小领先 我们这个局 现在达到现在 牛逼依然被动 蝙蝠其实有跳刀 但他们现在没有找到突破口 哎 机会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次 蝙蝠怎么说 他在观望 蝙蝠一直在观望 在上面拉出一个毒狗 对我包上来 给他输出 可是输出一点慢 禁锢了一下自己 好的 毒狗还能再坚持一下 不过还是得死 旁边还有一个人 潮汐 哎 潮汐给我这边迷了路了 这边潮汐 直接跑到对面的阵营里头 队友位置很远 潮汐给口水掩护一下 潮汐大 大刀捏在手上 一脚大折起来 自己直接TP 我去 这什么玩意儿 潮汐这个大招 就直接大接TP 哎呀 这这真是 玩得一六了 玩得一六 自己 为了上进 不择手段呢 真是三兵 我一定得吐槽他一下 他以为逃生以后 我就不会吐槽他 我想吐槽他 我一定会有槽点的 哎 我是 我们是没完了 木纳偷偷在上面 发入了半天 又补了个点睛出来 不然你 我是看到局势 是比较顺 比较明朗 所以很淡定的 补了一个点睛 跟这个水人对刷 哦呦 水人 哎呀呀呀呀呀 我们看水人各种被驱赶 就对家的一个三号位 就可以把你 就可以把你大哥赶回家 这是一件 我觉得比较恐怖的事情 我倒不是说 强强强强调 三兵这边多强 而是这个水人这边开局崩了以后 他没什么补给 他是没有 他没有平 他没有平这样的一个补给导具 他也没有那个 呃 坚韧球做护复 所以 潮汐只要走上了拼了一波 他就怂 很无奈 现在有点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但是露娜现在的一个经济 是越刷越快 两边大哥位的经济 现在对比情况是 一边越刷越快 一边越刷越慢 所以非常肿 非常肿 这边有一个假眼 团队经济 DK2000小领先 牛逼 能不能围绕着蝙蝠进攻一下呢 牛逼 现在 打防守 我看在等什么关键刀具 没肯有了 沉迷法 增加掩物 萨尔没什么关键刀具 就蝙蝠一把跳 没道具了 其实不这样 更在何时 下面进步了 潮汐怎么说 直接给一个大招 限制了下潮汐 潮汐被递回去 放不了技能 一口水以后 自己就死了 好的 旁边带走了一个毒狗 好的 这波局部PK 打转了 DK就两个人 两个人在这边 跟三四个人对打 就为脸被打肿了 好的 那么 接下来怎么说 我们看一下 我手机呢 哦 手机在 好的 那么 水人 我们看一下 这方 直接给船 接水 顶起来 月光 射到残血 水人 波树林 接TP 拉回去 月光射死 哎呀呀呀呀 一个哥 连手欺负这边 水人大哥 牛逼大哥崩盘了呀 水人这个点崩盘了 潮汐 直接这个 潮汐 无压力的往没肯走 旁边 哎 有水 我去 杀全家解奏 这最后 月光 天呐 露露都过 宝宝被杀光了 旁边好像什么情况 蝙蝠怎么死了 蝙蝠没看清 怎么回事就被干掉 标记接水 顶起来 哎 又谁到月光 牛逼又死一个人 哎呀呀呀呀 崩盘了 这边被地球打崩盘了 好的 那么 下面 牛逼 这里 二塔也在受压迫 正面战力差太多了 那 在BP的时候 我们 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 就是牛逼的阵容 他最后没点成的时候 我们在说 如果你这一手辅助 你点下有爆发力的 那倒还是弥补了阵容的一个缺陷 就是 除了水人以外 二三四五号 如果阵容爆发不够 你还能弥补一下 结果补了个尘 好的 那这个问题没解决 那现在中期打团 各种是皮软 你控控了很多 什么沉没 拉了一下 蝙蝠拉住 结果这一大堆技能 打完以后 发现没有人死 就这瞬间傻眼了 好的 水人现在开始谈谈 蝙蝠跳拉这个潮汐 有种 我只能说你有种 大耳机这个技能 但潮汐走出来了 这边 大招 采取四五个人 后面 船长冲上去 给收出 大船从侧面顶过来 没撞死人 潮汐自己死了 DX这个圈 很漂亮 独狗 独狗这个位置也倒了 独狗刚在这个墙附近 也倒了 船没有接上 船是第二时间给的 标记 水 回来给月光 杀一个辅助 好的 截掉一个 刚刚潮汐在这位置 踩大的时候 如果牧师第一时间 从旁边跟一个船 顶到这个位置 无论是下面下面 我就直接就秒人了 胆部是第二时间 从侧面一个船 滚上去 但没有撞到什么人 还有这个 可惜了 可惜了三兵 一脚地板才五个 我觉得刚才牛逼 那个位置 其实是失误 因为他的一个预期 是把这个潮汐框在里面 沉没住 让他放不了大 然后把他干掉 就是选这个萨尔的意义 结果直接给拉出来了 这脚还好还好 DK阵容技能没接好 接好我觉得 牛逼就有这么严重的失误 这么严重的失误 就把自己直接这个带往 把他断只脚在这个地缘 自己把另一只脚给退下去 所以 还好 还好 哎呦 Burning的装备 一路刷下去 点进以后再做支配 一路刷下去 全是刷钱道具 只有一个20分钟开外 这个露娜刷钱真的挡不住 他圆骨也在囤 下面又过来干水人 哎破无了 视野剑 哎射脸了还 一口水 标记 完蛋 跳 哎呦 这边 这里标记水船 月光流星 乱七八糟的技能全过来了 这个 哎呦 水人被标记的时候 这个真的是烦啊 像什么狼人呢 水人呢 这些本来很灵活的人 在船长面前瞬间变成烦人 哎 跳走 好的 船长手都抬起来 让他走了 船长手如果抬起来 这个叮咚一下 蝙蝠也是尸体啊 还有手速 手速可以啊 小伙麒麟挺健壮 木的推推 我看看木的推推还在做 DK现在局面上比较明朗 所以他们选择是Push还是打油山 主动权是在他们的 而且他们的大招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一座 三个人同时在CD的状态 我们看现在三个人好了 想打妞必是知道你在打 但是很虚 有没有敢不敢进去打 除非你能扶住墙顶在门口 然后让这个萨尔在这个门口把这个框放好 不然我觉得是非常难难 难做到的 这什么东西 隐身的蝙蝠 这边还有队远古 强行装是第一阶阶方 木神装自己是这个DK成员是吧 那同学一起站位看一下对面天辉到底来不来 伪装成这个DK成员 装的好像 隐身时间快到了 溜了溜了溜了 完了 然后这边没开悟什么的 这波潮汐加露娜轻松吃掉人骨 团队经济我们看看 团队经济拉开了一点 但并不大 S刷得很漂亮 S刷了个6000 可是露娜在19分钟成为一个万元户 全场最高的一个经济点 雪人往BKB走 装备突出一个惨 突出一个无法直视 突出一个惨不忍动 哎呀 这个经济 萨尔在做一个额掌 萨尔的额掌是有拟天能力的 但是跨度会很长 DK来拿盾 可是NKB也没有能威胁到二塔 所以越远方控盾的一个天然优势 毕竟还在 我吃口药 哎哎哎 你们干嘛 旁边拉了一个人 独狗应该不管他了 禁锢自己有没有 禁锢 哎呦 禁锢了个水人 有一个船 接水 接上了 萨尔的技能 好能走吗 好没有 不过DSG拉漂亮 三个群捆住 但输出不够 乔西走出来 一角地板踩三个 露娜越关过来 完成收割 哎呦 牛逼又得往后跑了 可是DS被标记住 又是水 水刀收走人头 哎呀呀 你看 哎一只神剑 没有 我们看到这个位置 萨尔DS已经形成了 他们预期中的完美坑梦 但是就是没有输出 这这倒不是说什么水云 没装备没输出 二十分钟水 你哪怕就是给他一些装备 他也是 也是比较难 就完成收割 反观 反观DK 他被先杀一个毒狗以后 潮汐就是 潮汐这边是大大方方 走到你脸上 踩脚地板 走大 露娜越光 完成收割 开开心心 就康梦达的 所以 低盘 牛逼现在没输 我说如果他们输了 那么他们 他们就得为自己的一个BP买单 是吧 那你 没 你最后的时候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那这问题在比赛中暴露出来了 怎么办 买单呗 是吧 哦 反正我不负责 是吧 反正我不负责 所以 所以牛逼 我觉得他们 这是这个问题所在 就输用比赛没什么关系 你知道自己赢在哪里 输在哪里就行了 让我吃个咬 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 前段时间那个烟烟 本来快吃好了 后面感觉没事了 然后就不吃了 然后这两天 开始解说视频的时候 发现 哎 嗓子好像还是不太对劲 哦 只能用老老实实的吃药 果然还是不能抱着矫情心理啊 生病就老老实实 老老实实的吃药 把这个病吃好位置 引刀 其实是大概两三分钟前做的吧 因为我通常专备 专备 专备更新 平时我不太看的 这一栏 就可能更新过了一会儿 我才会看到 哎 这这点也是我 观众也给我 给我解 观众也给我 这个说过好几次 但都没改掉的一个坏毛病 毛毛鸭 现在是做了个 林肯 装大哥 人人装大哥 现在 这不知道 点他一下还以为他是大哥 这个 都露娜这儿呢 大哥在这儿 大哥 支配以后 BK 支配BKB以后2000 这个BKB也应该好久了 只是我之前没发现而已 哎呀 我都懒得吐槽我自己了 这个 BS 跳刀 秘法鞋 没肯 BS 现在就算 无论是BKB 还是西瓦 都还有比较大的一个跨度 阵容里 没有人可以解决输出这个问题 必须水人这个成型 哎呦 这是牛逼现在头疼的这个地方 牛逼现在只能躲着拖着刷着 那么DK 一旦抓到人 就是一波拿塔节奏 杀到人就是拿塔 很舒服 很舒服 14百块 家里没什么装备 团队经济怎么样 团队经济现在是有两个阶梯 Burning 然后其他 他是 一万三的经济 然后其他第二阶梯的经济 都还挺近 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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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 九 是吧 都还挺近的 但是第二阶梯里面 五个人有三个是 我看看 有三个是牛逼的人 两个是DK的人 哦 DK一直在找架打 可是牛逼肯定不跟你打 牛逼现在 现阶段的一个思路 肯定是B团 避免团战 分头带线 让水人发挥带线优势 可是水人装备现在不成型 带线也不给力啊 他又没有 他没有这个林肯 没有林肯 没有什么这个 是续航道士 他带线带的也不是很给力 我们看蓝量消耗很大 又下去了 哎呦 这样子搞下去 牛逼 不是个事啊 不是个事 可是他们哪怕就去 就算他们这个阵容去偷人 也很难杀得掉 所以牛逼现在只能是选择下下策 这不是下下策 他们这是没得选择这个办法了 现在只能是这么躲着 刷着你来我走 你走我上 这么一个思路 我DK 有引刀在抓人 我想还算是有机会抓到 哎 暴露了 下面赶快撩八仙过海 八仙过海 兄弟们赶快撤 哦 留住一个 标记 直接叫BKB 好的 那么好友好 无奈 10秒BKB用来跑路了 这样子 他还有9秒8秒7秒 他也可以跑三四次 还行 这打架了怎么办呢 这雪人哥 哎呀呀 惨了惨了惨了 天灰下塔正受到攻击 班农14155了 他拉开第二阶梯五六千 我们说过 因为班农前期也是看到 队友给他创造了非常好的输出 非常好的一个打钱空间 所以他很果断的选择 点击以后接个支配 玩路纳的选手 选择刷钱的话 他会通常会在 点击跟支配当中 选一剑 选个支配我拉远骨 选个点击我慢慢刷 这种状态 但是BKB两件全选 他就是看到了 他是看到了一个 20分钟的一个局面 局面很没压力 所以我一定要刷起来 在20分 僵持局的时候 把这经济拉开 嗯 这确实 这确实是一个 大局的理解 包括对队友的一个信任 那 牛逼这边 不知道水人能不能 给到队友这么多信心 这你真 你倒也真不能怪豪啊 这初期 没人管这个水人 船是打野的 牛逼没人管 水人被各种捏 白虎 白虎毒狗 再加上这个 谁来着潮汐 这条线根本就没法混 水人都刀都没能毒 跑到上路 好不容易蹭了个人头 自己也死 中期碰上船长 真是碰到了冤家 这种标记了你 你拨都走不了 你连传送都不敢传送 那这一个状态 哎呀呀 针对的很亮 哎 这两个不打掉吗 开悟干什么 好像 好像开悟啊 切出来看看伙伴们 在聊什么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伙伴们没有什么问题吧 看到有些刚进来的伙伴们 问谁打谁 牛逼打DK 这是ECL的总决赛 虽然办的有点 办的有点这个 办的有点中二 但是毕竟还是 卖一个牛逼跟DK的面子 所以大家才在关注他们 好的 露娜装备 这个直接 直接是往自己的一个中期形态 奔过去了 BKB加蝴蝶 不讲道理的二件 两件套 神剑没有 独狗 手抖了一下 让他跑了 我看这独狗手抖了一下 进不住就死了 哎 这个位置 水人给拨 对了 这个 这个战旗 我现在在这个战旗TV这边直播的话 他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是有 也是有什么 有一个旁边 我记得有个点花的功能吧 这个 这个花好像可以升级 大家有空可以帮我点点 这个主播升级 虽然我现在还不太确定干什么用 但我觉得以后应该会有用到的地方 所以 大家空的时候 可以帮个忙 感激不尽了 这边 我们再接着看比赛 9比14的人头 局面依旧选列 但是牛逼 牛逼还是没得选 让水人继续带 反倒是DK 他倒是很无所谓 现在把节奏放慢 我露娜现在蝴蝶在身了 28分钟 10秒BKB蝴蝶 再刷 7分钟 5-7分钟 露娜身上就是在天一个大弹 只有你还打个毛线 他一个人顶着BKB 站在这边 A地板 他真的A地板 他都不用A你人 就打个毛线 我就想问 正受到攻击 分身都可以再持点车 旁边一只神剑 没有 露娜站上来 弹射走起 DX拉了一下 复制强 萨尔 框到后排 潮汐直接给了地板 穿起好多人 属于BKB 也在输出Burning Burning直接是被干死了 好的 有机会 这边就这波线手打得很漂亮 拉回一个白虎 他会跳一下 但是他的位置 基本还是得死 这边 潮汐给口水 转身拼命了 这边 船长杉杉来迟 给了个水 但是没有船 哎呀 这船前面用过了 不知道在哪里用掉了 现在DK这波不团灭啊 微风一直在流人 一直在流人 三层游 下场 水也没有 潮汐转身对打 很耐打 这个潮汐 这边 传送一个残水的线图 潮汐 撇回去 刚刚也不完了 这波挡住了 第一时间 露娜在这个位置 被暴打了半天 现在 现在 30分钟 11比15 11比15 这波能挡下来 我就真的不容易 DES先生很果断 DES在这个位置 先手 萨尔空这块区域的场 潮汐被迫无难交个大 那交到以后 露娜开PKP开大 结果是自己 直接就残血了 难得难得 那这样子打的话 DK又要让露娜刷个分 刷个那个 刷个撒旦了 这波打赢 经济追回了不少 水人 不分身了要 DES DES BKP 蝙蝠骑士 蝙蝠骑士 也是10秒BKP 肉栓 萨尔A战好了 这件道具 这件道具有点凶 这件道具很隐蔽 而且是刚刚做好 如果这件道具 DK没有注意 很容易被打伤啊 肉娜被框住 放不出 看不出BKP 她自己心声很脆 盾拿到了 潮汐大招 还有30秒 假的 经过 能骗到一些技能吗 好像 没骗到 被赶过了 但是没打到 DK这段时间 这个捅一波高地 捅不成就要回来了 潮汐好耐打 这套装备 也没什么护甲 靠着自己满机的皮 加一个梅肯 一个洞察验斗 一个笛子 能吃上 上奔那种输出啊 推推 萨尔 这A战 我还得再看一遍 太没了 静止使用物品 并提升持续时间 持续时间 5秒 原来不就是5秒吗 神掌升起7秒 这个属性 太阴霸了 DK被狂一波 我觉得很有可能 狂出事情 他如果没有注意到 这个A战的话 萨尔 萨尔现在全程不露脸了 表示 A战是我方 我方重要军 军机 绝不能让敌方探到 萨尔 你就老老实 给我在家挂机好了 露不露脸 露脸 基本这个A战就被看到 我看三声怎么想 补补补补 这个刀 哎 下去补刀 那这样子A战暴露了 好的 A战暴露 泄露军机 这斩呢 这基本 这要是在古代 斩力绝对是一个罪行啊 三声 何必呢 蹭蹭点经验 蹭了点经验 蝙蝠骑士 跳到推推BKB1600 本领 看他刷出什么玩意儿了 本领 3500 5 水人分身好了 慢 慢倒是慢了点 慢倒是慢了点 不过 慢是慢了点 不过这个 好歹是更新出来了 小西又补了一个板架 三兵表示 这盘个不用跳 白虎这边极限球 双倍伤害神斧 好的 蝙蝠骑士 看一下接下怎么说 等一下 思绪打断了一下 华鲁纳 撒蛋跟了 好了 这下DK又是要上高地了 刚刚在直播 在直播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大神 突然来我们这边 所以感觉有点诧异 蝙蝠骑士 小发我们看看 四杀三死六助攻 团队经济 DK领先 感觉领先的步伐 开始放缓了 露娜是拉了水人 有一个七千的经济 队友的经济 就除了露娜以外的点 其他经济点都没有这么明显优势 我们看水人是一万三 那这两个点 一个就不比了 二哥 潮汐 跟这个 我看看 蝙蝠 还有DX 潮汐DX蝙蝠 潮汐DX蝙蝠船长 四个人 差不多都是一万一 一万二 都没有 都相差无几的 水人这接坐一个 闪蜜护符 直接跳这个 跳这个蝴蝶 这多年不见 这种纯物理流的 这个水人 这种装备套路 真的是很长时间 没见到了 水人最常见的 还是这个 林肯走蓄灵 再转一点物理 这个打到大后期 再把什么蓄灵卖了 换成物理装 是吧 这倒是有的 而现在直接打 直接打物理的套路 不太常见 千百火表 这里 我们看看买活的人 百火毒狗 DX潮汐都能买 那敢不敢往上站 给萨尔大猪 你开不出萨蛋BKB 还是什么样的节奏 潮汐没有跳 可以救大哥 你索性让潮汐上去 潮汐这个装备 让潮汐上去 空卡锁好远 牧师也有BKB 但锁得很远很远 好 给他进步 哦 DK这边想用幻象膜 这边建筑 好 建筑还是被磨掉 灰上塔 已被反复 DK上高地好虚啊 现在 这边 对面 各种恐怖的大招 在这种狭小路口 萨尔根点斯 发挥弓箭是大很 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 DK我觉得是忌惮这两个人的 这个恐怖的一个团拼能力 撤回来 再撤回来 表示一个盾 还不足以支撑 咱们上高地 再拿个奶了 三 因为我来一张以后 表示 哥这辈子 有这件道具 直了 直了 比其他道具 都再也没有需求了 开步了吗 NB要开一波 DK怎么说 对开一波吗 绝选手对这个 开步其实是非常敏感的 绝选手对开步 其实是非常敏感的 看看是不是对开一波 对开一波 中间怎么说 蝙蝠 没赶上 如果蝙蝠能拉住 这个Burning 然后大招再拉 点在这个白虎后面 哎 哎 见面了 光景直接被拉住 金库给上了 这个手速 给不给大 直接给大 露娜开不出技能 一直往旁边走 船长大船 撞到三四个 露娜走出来了 露娜走出来 技能全开 BKB撒旦 但是吸不到血 吸不到血 旁边的萨尔 自己想跑 但是好像很危险 基本感觉走不了了 好了 哎 点下点死了 这位这位 差一点点 把露娜秒掉 这比赛 我觉得就有悬念了 结果没秒掉 国书霜几乎是极限手术 我看到白虎 我看到这个 我看到露娜被拉住以后 我拖的一瞬间 突然飘过一个禁锢 飘到这个Burning身上 把它给揍下来 所以就真的 玩毒狗 你真的就有这种手术 不是说对职业选手 这个要求苛刻 以前是哪支队伍来这 就不点名了 以前某队的某职业选手 点了一个毒狗 但是情况差不多 也是点出来保大哥作用 他们这边单核 如果大哥各种被捅 全场看不到他进过 这 这 哎呀 所以 真的别说我们对这个职业选手 要求高啊 但你禁忌这个东西 这一山还有一山高 你对自己要求高 不是什么坏事 像刚才这种极限操作 你刚刚不是那个经过 罗娜第一时间死在这里 就被拉到这种位置以后 萨尔在这种地方给个大 你根本救不了罗娜了 罗娜就必死无疑 所以很惊险 命悬一线的时候 居然是 居然是把他给救下来了 那么 不过DK后来也没有深追 对面跑得很快 罗娜在发现 露娜没秒掉以后 马上是 马上是给到全队一个指令 撤所有人散 这个360个角度逃跑 这就只能接到了一个萨尔 萨尔大招又有了 不过这个 刚才那个大 我觉得真是让Burning 惊出一身冷汗 这潮汐 你根本就没有想干他的欲望 撅着屁股 你都没有想干他的欲望 有没有 没看笛子 七瓦 哎 又是他拉住了一个Burning 大耳的技能 控住了 圈了一下 Burning走不出去 再输出 差一点 这一次Burning死了 哎呦 三兵也没办法 再一直被这个证明输出 Burning买不了 78秒 不买吗 不买吗 买不了 还是怎么回事 这边潮汐一直在被输出 身子板硬朗也是 招不住 这个群 群 又是突然开了BKB 但没什么意义 哎呀 这波 牛逼居然打回来了 居然是打回来了 问一下P士 船长回来 再死一次 哦 船长不是买的 但是只是回来再死了 原来跑掉了 哦 这波漂亮 看一下露娜 没买吗 哦 差三十几块钱买活 错了个夜叉 差三十块买活 哎呦 这个要命了 这个太要命了 潮汐大死死的攥着 希望露娜能买出来 结果露娜关键时候 没钱买 现在差十九块 结果潮汐到死 都没把他放了 他就是想等这个露娜出来啊 哎呦 这边我觉得奔营 这些细节处理 有点不太到位 被反坡入路 船长直接给技能 这个船撞到不错 禁锢一下这个船长 露娜还差一点钱 迪斯拉了一下 队现在很虚 箭筑还没掉 全都是残血 露娜还有十三秒 应该是不买了 水人应该强拆这箭筑 给一个水 顶起了一个萨尔萨尔丝血 萨尔怎么说 全都是残血 TP走 能走几个 船走了 全走了吗 船送一个 哎呦 漂亮 漂亮 牛逼这个先手 你看拉住了这个露娜以后 这一次是把露娜给秒掉了 他需要林肯 白虎记得前面在做的 白虎做了羊刀 原来猫猫鸭是做了羊刀 前面我看到先手有个球的 这次给露娜拿一个盾 拿了盾的比赛倒还能打 里面这个盾我觉得好像现在就 有点难弄了 只要是蝙蝠拉住这个Burning 然后大招控住这个Burning 这个DK全体的输出都在他这 牧师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点没存在感 两三部团都是有点没存在感的 不能夸呀 他的船游是能给队友提供50%的一个减伤的 至少船游生效的一段时间 你是有50%的一个减伤 这对这个露娜 你开不了BKB 开不了撒旦 你在被激活的时候 帮助真的很大 但是第一时间没有看到他的一个这个 没有看到他的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船顶上来 也感觉牧师的找点存在感 我感觉打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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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又感觉不到这个船长的存在了 你好像牛逼只要干掉露娜 他们团就赢了 就这么一个状态 但作为队友里的一个二当家 这种状态 我觉得出现以后是二当家挺失败的一个点 我们看牧师现在一万二的经济 刚才那波过后 属于经济跨升至第二 DNS跟蝙蝠都是跑到第三第四 DK只有一个露娜第一了 哎呀呀 经济一万二的优势被打回了五六千 现在DK领先四千已经谈不上什么优势了 萨尔的A仗真是阴霸 阴霸 跟我念 IMBA 这个真的 这个这个大招把这个场子控住 这大哥大哥撑不住 小弟上不去 就这么一个状态 稍等一下 突然有点吸了点冷气 这只神剑没有 BURNING分身加幻象 等一下 这次BURNING有盾 盾 昆卡有奶酪 DK这边应该打得强势一点 上面水面带上去了 DK现在被动了 现在被生各种带 蝙蝠跳出来想留人吗 第二次过来拉了两个 两个人BKP瞬间全开 但是留不住 吸入进化 空了一下小八 小八要被A死了 人呢 怎么输出没有到位 小八一直在跑 跑了吗 水停起来 DK的输出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下子有点分散 一下子有点分散 上路直接是被水人中路 全拆拆光了 DK想OE一波吗 我感觉DK想OE一波 回去毒狗 对我回去帮忙 队友在这边拆 那这样子水人走了 水人有将TEP走了 正面5打4 看DK有没有这个战斗力 5打4也能打赢 Luna带着动静在前面站住 DK没有退路 蝙蝠进来 拉了一个潮汐 没有什么用 萨尔大招给了 帮你走出去没框住 没有框住这一次 东京还这个技能全开了 炸弹还留着 拆掉一路 已经拆掉一路 这边正面 水人又穿过去 把毒狗给偷了 强拆拆加 DK这下必须得回防 DK穿上这边 必须得回防了 水人要拆加了 好的 那么两路对两路 两边又回到了一个 同一起跑线 不过水人现在 正面很凶 神剑射中了 扬一下 流星 好 差一次磁血 点两下 点三下 有没有一口水 白虎没死 把水人杀了 水满 露娜还在拆 露娜盾还在 哦 这个队友回去了 把水人坐掉 这个幻象 这个幻象 A过来好痛 这路那可以走了吧 两边形势 一下子提到 这个嗓子眼上 本来两边 前面是DK 感觉已经是 已经是 躺赢的一盘比赛 结果牛逼非常顽强 在上路一波团 包括进对面 这个在这个中路 抓了一波DK 把这个 局的愣是给他扳回来 而且水人现在 拆了对面两路 两边同现在 一瞬间是回到 同一起跑线 没有什么优势DK 反倒是水人现在 开始发挥 他的一个带线优势了 水人现在这个装备 物理输出开始成型 所以前面我们说 有比2345号位 没有输出 那水人 水人也没有输出 但是水人现在刷起来了 打高K站出来 给输出了 这个队友提供的 充分的一个控制环境 意义就不一样了 哇DK现在很凶啊 直接就五赢顶过来了 这个盾还在 蝙蝠想过来拉人 给了一个羊 独狗跳过来 给金库 潮汐给口水 大交不交 大现在没有 萨尔给了个技能 但是Bernie站出来了 Bernie站出来 直接拆箭柱 根本顶不上去 这帮人 第四怎么说 复制墙 真空拉一下 Bernie往回走 潮汐再被输出 潮汐快死了 谁救一下 哎呀 潮汐被顶在这个位置 很耐打 团长给了一个水船 什么都没有撞到 哎呀 牧师啊 中路拆掉 小心这个幻象 小心这个幻象 Bernie 这个盾快掉了 大弹还有9秒CD 好是开着BKB上来 硬干这个Bernie Bernie又被扬一次 好的 盾是可以打掉 罗娜第二条命怎么办 罗娜第二条命 潮汐打 还有37秒 一出来就被拉出 又是飘了一进锅过去 这边Bernie在里面一个打四个 开分身 对我往前走一走 帮他一下 这里 哎呦 这个中心考验 好的 没事 Bernie这是硬是从人群中走出来 强拆三路 我DK三路硬是给他拆掉 另一个盾一个奶酪的优势 硬是把三路拆掉 能不能留住人 牛比留不住人 这盘就没了 留住这边的一个 留住一个露娜 强打可是打不太过 打不太过 完了完了完了 上面还有一个潮汐 潮汐拆最后一路 哎呦 水云在下面被干死了 而且上面 上面是最后一路 超级兵了 哎呀 这只眼睛就打出了技技 一波还有一波 这盘比赛的剧情 一波三折 真是谁都没想到 去这样子一个收尾啊 比赛在这个20分钟到30分钟的时候 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 观众们都跟我一样 都觉得好像已经失去乐趣了 但一下子两边 把这个嗓子提到这个嗓子 把这个心提到嗓子眼上 那比赛过程非常精彩 虽然牛比输了 但是这盘比赛 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一个任性 非常非常给力 希望他们能把这盘任性带到第二盘 不管胜负 那么打出两边的风采 打出水平 好的 这盘比赛感谢牛比 感谢 感谢DK 感谢收看视频的小伙伴们 咱们第二盘比赛见 好的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西娃悠鬼的临时小店 那么也是一份迟来的 这个介绍 之前一直答应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终于是做好这个小视频了 那么西娃临时点淘宝点コm 这个是我的这个临时小店 然后 这很长时间之前就答应大家了 就是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一直没有做非常抱歉 今天把这个小心事给他完成 好的 那这里 西娃临时点淘宝点コm 这个地址 在视频简介里面 在视频中间都会有 相信大家可以比较轻松找到 然后这个小店的话 我们这边是这个满98元 全国包邮 偏远地区 可能要再加一点点油费 那相信这边这个包邮 是可以满足大部分观众的一个需求 而且我记得之前那段时间 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鬼哥你的小店有什么好吃的 可以推荐一下 那么吃东西这个东西 这个口味这个东西的话 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小个性不一样 所以我也只能是把我吃过的一些零食 包括我自己喜欢的 给大家稍微做个简单的分享 然后这里也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小店 那这边如果说我最喜欢的 我可以推荐给所有人的 那么当属这边 金丝肉松饼 好的 那这个肉松饼我之所以喜欢它 这个不仅是因为它这个肉松饼比较便宜 一块忙碌一个 然后它非常方便携带 方便携带 一个独立的小包装 就可以装下一块肉松饼 然后大小适宜 携带方便 什么时候都可以吃 我不用担心 我吃多了 我等会吃饭吃不下 我现在饿 我又怕我等会吃的多 晚上的时候 我怕我这个肚子明明很饿 吃了以后睡觉睡不香 所以这种小袋包装的东西我就很喜欢 尤其是这个肉松饼 还有这边的一个曲奇饼和这里的这个松塔酥 都是属于这种小包装的食物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那么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看 小店里其实食品种类非常多 我拉下来 我真往下拉的话 拉到底可能都要花点时间 稍微挑几件 说说这里面有一个水果干 这个水果干的话 当时我自己是把它分给这个 这个办公室同事吃了 我当时没有吃 然后他们分完了以后 还有一点点他们说 哎 要不你自己也尝尝 我说行 那我自己尝一下 尝了以后我就后悔了 我居然把它全分掉 但是这个水果干还是非常好吃的 就很爽口 咬起来很带感 所以也是强烈推荐 那么喜欢果干的同学 芒果是果干 这款相信你会喜欢 那么果干 如果说果干的话 我拉到下面 可能有些女生朋友 会比较喜欢这边的柠檬片 还有这种白桃干 这些的这个 这两款我现在还没吃 但是我过几天要尝一尝 相信大家买这两款比较多的话 应该也是口味 是比较受大家喜欢 那么也是小小的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 肉类里面 鸡翅鸡爪 鸡薄 鸭薄 乱七八糟 什么东西都有 这里 肉类里我最喜欢吃的是一款鸭蛇 这边有一个香辣鸭蛇 味道是有一点点微辣 晚上在打DOTTA的时候 是吧 吃了以后 不仅饱度 还提神 所以相信DOTTA们肯定是有用的到 包括有些很爽口 这个口味会清淡一些的这种豆腐干 可能你这个上火不能吃一些刺激性的 那你这边一些很清淡的豆腐干 这边巧克力 巧克力块都很不错 口感很舒爽 那东西真的很多 有一小部分我还没吃过 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把每一样都吃 因为这个小店一直都是有在这个上新货 所以每过一段时间我都要吃一下 然后可以给大家推荐 新上架这边有一款奶糖 特浓的奶糖 观众朋友们比较喜欢 我看大家都有在这边买 然后这边有一个麻辣花生 好像大家也是觉得挺不错的 那这两款应该我会在大家买了以后过两天 我的下一次进货单里会有这两款东西 然后尝一尝亲自告诉大家这个味道 好的 那么这个小店的话 吃的喝的其实都有 这边是有一个韩国进口的一个这种 这种小杯雪碧 那这个吃的喝的是吧 都可以搭配起来 不让你口干舌燥 小店种类其实还是很多 那这次也是只是粗略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包括这边还有很多果干类的东西 都没给大家说到 不过相信大家可以自己 自己来看看到底哪些果干 适合你的口味 这次小店这个视频的话 主要就是想 这个让这个小店有一个立体的感觉 在大家给大家呈现出来 好的 那么简单介绍完以后 最后还是要 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这些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的支持 那我能给到大家的一个最好的回报就是 努力做好每场视频 给大家更带来更多的这个比赛 那么更精彩的解说 好的 那么这个介绍就到这里了 如果以后有新品推出 还会有新的视频给大家 好的 那么这里感谢各位 咱们视频里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